来到云林一定要吃活跳跳的新鲜虾子 有没有看到 这时候应该有个帅哥厨师 来帮我料理一下啊 帅哥... 我可以问一下吗 我可以到你家里料理 虾子的料理给我吃吗 可以啊 但是虾子你要先去养生场自己抓啊 有没有 本姑娘早就料到她会这样讲 我早上8点已经抓好了 时间倒转来看一下 我一早8点就已经在养殖场抓虾咯 怎么这么没有良心的大哥 都不借我一下 才一开始就差点跌到池子里 也太糗了吧 他们已经受不了我 直接叫我下去 我没法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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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吗 我走过来就好了 为什么要前路刚刚那一段呢 你干嘛坐船呢 这边好多虾子屁屁屁跳啦 还有鱼 刚抓上来的虾子 李大哥这虾子好大只喔 比跟手掌一样长耶 这已经养了很久了啦 养了差不多有七八个月了 这个真的真的可以吃 活跳跳的马上抓起来吃 它还是活得就剥渴了 这个把那个炸筋 这个虾肠 虾肠 白虾撒西米 这个很甜喔 好甜喔 这个很甜 要有那个很久 而且好Q喔 它的肉质 对 又很Q 你大哥我觉得它比煮熟的还好吃耶 没想到现捞的白虾 如此Q弹有劲 而且还非常的鲜甜呢 这都要归功养虾 三十年经验的李班长 带领云林县唯一的虾类产销班 坚持自然生态养殖法 引进纯海水循环养殖 而且跟文哥拭目鱼一起养 不用药也不加抗生素喔 里面有什么 里面有虾 哪里有虾啊 你看一下 我绕一下好不好 好 这个不是水中的浮游生物 还是蚊子的幼虫吗 很像 这些呢 好小喔 这是虾子 手放进去都没有感觉 有碰到东西耶 小心点啊 这可是出生还不到一个月的白虾宝宝耶 算好虾苗数量后 把它们一袋袋灌入氧气 打包 抓紧时间去放虾苗囉 这个随便我就这样子丢下去就好了 不行 要打到我倒 小姐 动作这么豪迈 差点把虾宝宝给吓死了 完成放苗工作 一早的养虾过程告一段落囉 所以帅哥厨师 我现在可以去人家里帮我料理虾了吗 好像动作还没有做完喔 还没 还没有 真的还没有 因为这个还要再分析 这个大的 射到这边来 这个死的就是要剥虾仁的 这边应该是大的吧 全部都丢这 这个不能亂丢 这个不能亂丢 这个是死的 要都这边剥虾仁的 这个大的要到餐厅去的 可是黎大哥这个也算大的啊 不过他已经死掉了啊 他应该要剥虾仁 你怎么知道他死掉 他长得很美 不过他就已经不会喘气了 他颜色都比较白一点了 所以你是看颜色 知道他是活的还是死的 这个有卖相的问题 李大哥我会放他把卖 他需要向面积用 对 把他打卖 心中没跳啊 而分类完的白虾 全都泡在李班长独创的 SPA专用池里 配方虾子清光身上的排泄物 很神奇喔 好像这一条 它很长啊 这边你就没有了对不对 前面没有 剩中的这一段 剩下下面这一段 对 大概差不多要三四个钟头 它才会全部的吐掉 李班长很贴心耶 虾子在SPA池里清完便便后 消费者买回家 就不用花时间去除虾肠 很方便喔 哇 好像的虾酥喔 而且是刚炸好的耶 哇 也太费了 欸 不过 不是啊 帅哥厨师 不是你要做虾料理给我吃 你拿人家炸好的虾子 给我吃干嘛啊 你偷懒喔 拜托 这是现在台湾最红 有钱买不到的虾酥耶 原来我遇到这位帅哥厨师 阮俊勇 是连锁铁板烧小开 因缘际会认识云林养虾达人 李班长 吃到这像饼干一样的虾子领嘴 还发现赚钱商机 跟李班长合作 一个专职养虾做虾酥 一个负责品牌行销 就是靠这台真空油炸机 老炸虾子 一般的油炸要180度才会滚 油才会滚 但是真空油炸我们可以把费点压到很低 只要用110度就已经很滚了 然后可以让虾子拨水 变成虾子饼干真味的酥脆 这个110度已经比它该有的费点高很多了 所以油不会附着在虾子上面 就像太空人制作真空食物一样 先将虾子汆烫后 放入油炸机脱水脱油 炸一栏就需要一个小时十分费工 即使一次十台机器同时运作 工厂每周只休一天 都无法满足雪片飞来的打批订单 我不用排队就可以拿到这么多虾酥 期待等一下的虾酥创意料理 Go 欢迎马上上菜了 我要吃好料 人家是帅哥厨师到我家 我现在是直接闯入帅哥厨师家 像话吗 这是配啤酒的下酒菜 自己加工 这样就会有辣味了 而且辣度可以自己调整 然后自己做的也比较安心 爆香蒜头 辣椒加入虾酥 再配点小鱼干就成了一道蒜辣虾酥 或是虾酥搭配高丽菜丝 卤笋蛋皮卷上海苔就成了日式手卷 而夏天来份凉拌虾酥豆腐 淡淡的酱汁提味清爽酥脆不油腻 让小小虾酥变出多样新吃法 我就是慢慢让它跟下酒菜 就是大家喝啤酒就会想到我的品牌 或是运动因为它很方便 或是他们觉得 就是慢慢开始认同这是台湾特有的 台湾特色的产品 你出国就会想要送给朋友 提着像伴手礼一样 不只虾酥淋嘴还推出周边商品 帽子 毛巾 手机壳 甚至雨伞都有提高品牌价值 短短开卖一年就创下1500万的月营业额 当养虾大叔碰上27岁的年轻小开 这段机缘激荡出虾酥潮流 意外让小虾大翻身 放一线